新冠肺炎疫情让医疗能量越来越紧绷 许多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仍然静静业业 坚守岗位与病毒持续奋斗 有感于他们的辛劳付出 一群民间爱心人士及店家 自动自发爱心捐物资 希望为医护英雄加油打气 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造成人心惶惶 医护人员担任防疫第一线 不仅守护全民健康 同时具有安定民心的力量 一群民间爱心人士及店家 自发性提供爱心物资送到南极医院 感谢医护人员日以继夜的坚守在岗位上 很高兴能够响应我们的县府的何主任 他邀约我们一起来做这个挺医护的一个活动 去年疫情刚爆发的时候 我们有送过一次来到我们的南投台中彰化的这些医院 我们就来准备早上的一个营养的三明治 给我们的医护人员加油 然后我们号召我们一个点心员牛嘎糖 让他们在一张烦闷的心情 吃一点那个好吃的 荣获伴手里奖的一个那个牛嘎糖 让他们有一个好的心情 能够面对我们这样子一个严峻的一个疫情 然后让大家那个医护人员能够有更好的一个状态 能够帮助我们人民度过这个难关 现在疫情很延均也希望在这个时间点 然后能够帮辛苦的医护人员打打气 然后让他们也能够解渴 那国外也有研究喝茶对抗疫也有少许的帮助 我们也希望能够让他们有更多的防护 可以藉由这个微博的一些力量 能够让大家都度过这个这次的难关 然后让疫情赶快退去让回到原来的生活 医院唐晓帆表示 疫情期间医护人员非常辛苦 所以结合民间资源来南极医院赠送温暖 希望医护人员保重身体 才能够让疫情早日远离 现在防疫的期间 我们医护人员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 那除了牺牲他们自己的健康之外 牺牲家与家人团聚的时间 那我们这一次特别结合了这些的资源 来到我们南极医院来做一个赠送 赠送我们的温暖之外 那也希望说这些医护人员辛苦之余 也要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之外 才能为我们做更多的一个把关 那最后在这里也希望说疫情赶快的退伤 让我们所有的百姓都能够度过一个 非常安稳的一个日常正常的生活 南极医院院长郑勋环表示 谢谢大家的支持 他们会秉持同岛移民 全力防疫 让大家拥有健康干净安全的环境 谢谢大家给我们一些医护人员的支持 我们知道现在疫情非常的紧张 我们医护人员一定会打起精神 同岛移民然后全力防疫 让大家能够得到一个安全健康的生活环境 回到过去的生活 也请大家多洗手 多洗手多戴口罩 尽量减少群聚 谢谢大家 新冠肺炎疫情急剧升温 许多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仍坚守岗位 与病毒持续奋斗 有感于他们的鲜老付出 希望大家自动自发 用爱心来为医护英雄们加油打气 记者上线佛南的是采访报导 感谢观看